为何说歼20使用复合挂架搭载大型复油箱 这些破坏隐身之举都是有图谋的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箱情 歼20有了新动向 有图片显示 其的意象可使用复合挂架 还有黄皮机挂载两个复油箱和大型复油箱的是非 显示了歼20的航程潜力和强大的挂载能力 那型特大号的复油箱非同一般 既要最大限度的载油 又不能超过机翼的承载能力 还不能恶化飞行品质 生产厂家长征机械厂在生产过程中 解决了大型薄壁铝合金的电柱 悬压焊接等技术 根据相关的宣传材料 其容积2400升 超过了美国F2A的复油箱2270升 该复油箱2017年1月挂机首飞 随后就有了歼20挂载 4个大型复油箱是非的图片 可见空军的大型复油箱的需求 有点迫切 首先是增加航程的需要 歼20机身载油估计10吨左右 一下挂载4个大型复油箱 合计载油9600升 按照燃油0.8的比重 折算成质量大约7.5吨燃油 因此可以提高航程70%至80% 额美称歼20的作战半径 约2000至2500公里 挂载4个复油箱作战半径 可达3500公里 已经可以掩护轰6K作战了 另外传递的信息就是 歼20具有非常强大的挂载能力 2400升的复油箱 箱体加油料的重量近2吨 说明歼20的翼下 有4个重载挂点 有这样的重载能力 使用复合挂架就是小K字 关键是可以挂载重型的导弹炸弹 歼20的挂载能力 实际上解决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航展上曾展出一种一吨重的天歌激光制导钻地弹 这种炸弹能穿透6米的钢筋混泥土 似于两吨重的美国GUB28相当了 但是只有歼16能挂载 不过既然天歌在航展上露面争取外销 就不是主力型号 中航工业曾在宣传视频中 披露了一型全动能钻地弹 歼20显然可以挂载比天歌更大的钻地弹 为什么要关注钻地弹 从硫磺岛战役一江山岛战役看 轻视对地下攻势的摧毁 将使跨海攻坚作战付出极大的代价 目前我们只有DF15C比较靠谱 但无法进行地毯式轰炸 天歌6米的船身四弦不足 地下攻势之上有附土岩石 轰溜可以投掷三吨重的炸弹 但战场生存能力堪忧 其他的诸如155毫米 100毫米 76毫米舰炮 250公斤 500公斤航弹 连一个火炮掩体的顶盖都打不穿 如果歼20可以投掷近两吨重的钻地弹 就可以弥补相关的短板 由此看来 歼20使用复合挂架 搭载大型附油箱 这些破坏隐身之举 都是有图谋的 不幸福的条件 我们的区域 谢谢大家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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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